《黑白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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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師那時候教了說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變成用黑白畫起來會比個彩色更好看 更有特色 對 老師會示範就是用黑白來畫這個 然後可能其他就是用彩色來畫 他會針對不同的圖案然後下去做設計 代表是你繼續有學過嗎? 我之前大學有自己稍微畫過 但是來設大師第一次學 然後老師這個是修過的 老師有教我們怎麼畫之後 然後再去修 然後他才會呈現得更好 照相就好了 為什麼? 但是你自畫像嗎? 不是 那是畫誰?畫未來的媳婦還是畫未來的孫女? 不是啦 就畫美女 只要美的東西我都喜歡 對 那是你自己鼻翼會有你的存在嗎? 有可能是因為情感的投射吧 是 塗抹就是要做一些柔膠的效果 所以就用手塗抹 那有些部分是可以保留他線條的部分 對 對 所以其實 有很多種表現技法 對 對 對 看畫面的需要 可以講我們要大面積的處理的話 就是要先塗抹 對 就是像 呃 這個是 這個顏色嗎? 那我們剛開始畫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要先 先畫在 畫面上面 讓它均勻的分布 然後我們 顏色分布完之後 然後再用手 中指 因為我們手的每一個指頭的力量都不一樣大 但是它的功能其實 就是 就是 它的表現的 效果其實也都不太一樣 對 然後我們就這樣 用這樣旋轉式的方式 然後慢慢的把 顏色抹開 讓它呈現在畫面上面均勻的狀態 對 然後再來做 像這些紋路這些的話 就是做處理 對 就是 是在後 就是等這些都抹均勻之後 再來做處理 這樣子 所以像是聽說 鮮皮素鳥跟 那個什麼 跟粉彩最大部分 是 那粉彩是比較偏向大面積的部分 或者是 叫做融資嗎? 呃 它就是 它可以先處理 大塊的 色塊 就是大塊的面積 用色塊的方式處理 那 那色鮮皮的話 它是可以處理比較細微 細節的部分 所以 它們其實 呃 在畫面上面的呈現的話 是 可以 可以混搭的 就稍微塗一下 這邊稍微 其他的就是 帶過去 它如果說太 太深的話 就是再加一些比較淺的顏色 也是這樣子 對 對 稍微把它蓋掉 這樣 太多 那這邊的也需要這樣處理嗎? 對 這邊就一點點一點點這樣 一點點就好 有些先導的時候也帶過來 老師很會教 讚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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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?